就是一些普通的菜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甜品 卖片 饮料 这两个是主角 这个可以 面包 咖啡 沙拉 甜点 一些粥啊汤啊少的 煎鸡蛋少的 这个就这样 还可以的 其他的菜 素食花 但是这个西瓜跟哈密瓜的质量 很高 真的很高 嗯 我们住的酒店就在 里那个地方大概 五六百米 差不多 没错 还是过来看了看 有点有一点点像是在珠海隔着一个一个 一些水 看着澳门的感觉 有这种感觉 恍惚间 哎我在哪 哈哈 然后我觉得更好看的是这边 像这个建筑 城堡 我觉得这边更好看 其实我以前一直不知道 看这些建筑物有什么好的 其实 现在看来还是很爽的 大自然的鬼斧神宫自然是好 但是人类的智慧也很牛 十一点啦 大家看文明小区 这里 他这个办公室兼职的任务还能再多一点吗 为了发展是吧 大家都不容易 嗯 我们刚刚一条街这么走过来 发现有很多卖乐器的地方 人家随便随便走一个你看 是吧 卖乐器的 附近全是这样的 哈哈 原来这个上海音乐学院就在附近 上海音乐学院 啊 同学们想一下 是吧 像那种什么 广州体育学院 是吧 你去一想 哇好多精壮的汉子 上海音乐学院 啊想一下 哇好多妻子美女 我主要是对音乐方面 很欣赏啊 并不是说美女啥的 但是 你想一下 嘿嘿嘿 很美好 很美好 小猫咪 喵 买猫 同学们有人知道这种 上海针在街边上 这种像白菜一样的 好像是可以搞沙拉吃的 又像画一样的 猜是什么吗 神神奇奇 鼓势们看 这乍一看是卖一些酱菜 但实际上啥都有 螃蟹 而且 青蛙肉 鱼 鱼 啥都有 然后我们过来主要是要买鲜肉月饼 看一看鲜肉月饼 没错了 我还没吃过 不热的 皮有点厚 同学们 我也想试一下到底是不是 另外外还买了一些这个黄豆 就这个东西 我之前也买过这个零食吃 小时候也吃过 现在试一下新鲜的 这些酱菜很神奇 很有意思 我觉得我们又来到这个地方 巧克力酱铺 然后超多人开门 哦 该吃中饭了是吧 我们来到一家 泰国菜 一进来就是酸酸的味道 虾片 芒果饭 这应该属于甜 这是啥 空心菜 烤串串 这是什么炒饭 冬一宫 冬一宫炒饭 这是鸡肉是吧 你可以吃一片洋葱很香 好同学们我们来到人命官场 弯弯没有想到 这些东西我以为是树上长的棉花 没想到它们是鸽子 又肥又白 哎呦 好想喂一喂 哇同学们看 哇 这鸽子好肥美啊 感觉用火一烤 它就会滋滋冒油 然后哇你看这鸽子 哦呦 啊白哥白哥我爱白哥 就是毛有点难拔 我是不会杀小动物的啊 同学们你们 对你们懂这点就好 我很爱它们的 哦 哇那里好多小毛雀 跟鸽子想东西是 哈哈 哈哈 同学们看 树叶颜色的鸽子 哈哈 这鸽子要不就黑的 要不就白的 要不就灰色的 啊这个 为什么长得一个鸡色 还有这个 哈哈 这里因为有很多鸽子死 哈哈哈哈 所以每隔那么15分钟 半个小时 要给他们拿水枪冲一下 哈哈 哦哦哦哦 上一博物馆 很爽的样子 同学们 我们突然来到一个步行街 巨多人 还有MM豆 我以前 以为 这个MM豆只是巧克力 好不好 不好意思 我小瞧了这个品牌 我发现里面好像 什么 它主要是卖服装的吧 这个品牌 顺便搞个吃的 是不是 然后刚刚我去的那个喜马克那里 它一楼卖 咖啡和茶 二楼卖酒 是酒吧 很神奇 看这个疯狂的地方 我的天 巧克力强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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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并不想吃 是觉得壮观 没错 来看今天 意思是很有意思 但是东西们 我不得不吐槽一句 刚刚我摸了一下他们那个M豆的那个笔记本 印刷 那个质量 一条条的还有同影 很粗糙 我还拿了一个那个小钱包 看了一下 很多信头 质量把关 把关的不是很好 说实话 大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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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摆那个脚 摆那个脚 摆到一定要断个脚断个手的吗 我了解到两个知识 有的苹果新铅店 他不会把那个 Mac Pro那个机箱 和那个超贵的显示器摆出来 是因为这附近都是普通消费群众 而在另外一个地方 他有很多商务人员 所以他就把那个东西摆出来了 并不是说有些不够旗舰 然后还有一个消息是 刚刚那条导门犬 超级靓载的导门犬 是那个员工的 这个小消息就是那个员工告诉我的 那个员工眼睛应该是能看见一点光 能增开 然后他就他听见我在那里问为什么没有那个 那个Pro他就在跟我说这些东西 苹果的员工之所以就是可以那种 视力受阻还可以当员工 他就是可以用那个辅助去操作 然后去帮助顾客 这个东西 同学们有兴趣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他们是怎么做的 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那个辅助系统虽然我们不用 但是怎么讲他也是一套成熟的系统 就用起来用手了还是会 畅通无阻的 而且苹果所有的产品都有 这个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 同学们和平饭店 像当年我们周润发开了个和平饭店 不知道同学们知不知道 应该是九几年 9495年的电影 和平饭店周润发主演 女的是夜童 女主角 来到这种地方我不吃我都想买 你看这个面包多好 有小的 可以可以可以 哇 这张名字 五董电梯 我们 沿着外滩的这一边走走走走走走 看见一个不错的地方就走进来了 里面真的好大哦 我一开始以为里面就一点点 你看 结果这么大 好多窗户啊同学们 还是很金碧飞版的同学们 这灯打得真好 刚刚有一个小小的店 叫做什么上海姥姥 里面超多人等位 等位的全是韩国人 然后我们在别的地方也碰到好多韩国人 这是为什么呢 我上网查了一下 据报道啊 是因为这个 韩国跟日本的关系恶化 然后很多韩国旅客呢 他就不去日本旅游了 他改道 改来 有很多堪日移植的上海旅游 就这么个情况 一直没吃是吧 很嫩 很嫩 但有个问题哦 这个姜这么看上去哦 像是糖醋姜 要不烧酸的 要不甜甜的 要不辣辣的 但是他这个姜 有一股酱油味 稍微有点咸咸的 一开始吃起来让人有点不适应 但是多吃几下 哎 别有一番氛味好吧 而且他这个姜 也绝对是很好的那种什么 嫩姜紫姜 是吧 稀嫩的 烤羊排 花椒酱 番茄酱 糯米 糯米 火神饭 甜的 火神饭 火神饭 脑上哪里 FANS 好 好 同学们 这个给大家说一件立志的事情 今天早上不到8点钟 这个酒店刷油漆 不小心 不小心 把味道搞到通风管道里面去了 然后我们早上被熏醒 然后就起来了 也一直没睡 然后就 哎 10点钟 在外面走 走到 8点半 这样子 才回到酒店 现在应该有 走了25000步左右吧 但是不是重点 重点是 我还是要坚持锻炼一下 是吧 去健身房搞一下还是要 好 好 OK 同学们 15分钟的这个 10个 然后 腹肌轮 5组 10个 然后半个小时跑步 现在已经10点了 差不多要回去了 嗯 如果不是有点怕猝死 因为真的起的很早 然后又搞了一天 是吧 在外面 我其实还可以练一个小时左右 好吧 回去了 洗个澡 洗衣服 睡觉 哈哈哈哈哈哈 没错吧 小军导 然后还有个小芒 大芒果就大芒果吧 好不好 不重要 重要的是洗澡的时候 不闲着 很爽